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希望今天晚上我能够顺利地成为场上的终极杀手 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比赛先入为主 大家都知道冯小刚的经典电影《大腕》 很好地诠释了现实金《大腕》一词的含义 指大明星或者有特别大本领的那些个大号的人物 但其实这个大腕的这个腕字啊 不应该用手腕的这个腕 大腕的这个腕应该源于以下的哪一种形式呢 选择A 胡老板给您请安安 董老板今儿晚上唱哪出啊 挑花车 喝 来两嗓子 听着 看前面 喝东东 顶时那则超讯 选择B 飘 东王爷 恭喜您被册封为九千岁 哪里哪里 您就是万岁 这话不能乱讲 那您是万 去投一个字 好 我喜欢打今儿起 我就是万 得嘞 您请 走着 选择C 天王盖地虎 宝塔 镇和腰 莫哈莫哈 正当武师说话 谁都没有家 哥下万是什么 我姓九 走 你面请 孰犬废日 这个书卷飞日一层上讲的是 一只狗与太阳之间的故事 鼠骂就指的是四川 这个词说的是四川的狗 对着太阳叫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四川的狗 就冲着太阳叫呢 我们来看一看表演 旺财 我领你去看太阳 旺财 你叫什么 旺财 你喊叫 旺财 你没见过太阳吗 旺财 你真没见过太阳吗 少见多怪 赎全废日 走 这演员可不容易 我们就是最难的就是一个演员 一个人演两个人 他比那还难 他一个人演一个人和一个狗 来我们看看选择B 旺财 我领你晒太阳去 我知道你很高兴 你叫什么叫旺财 哎呀旺财 你不要再叫了 旺财 不要再叫 旺财 咱们上来上来上来啊 早晨领你晒太阳 你咸过冷 周五领你晒太阳 你咸过热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呼呼呼 哎呀别叫了 别叫了 吹毛求疵 赎全废日 走 选择C 旺财 我今天还领你去看太阳 哎 我知道你很高兴 哎呀旺财 你不要再叫了 哎呀旺财 不要再叫了 旺财 你对太阳 咬什么 你有得过太阳吗 自不量力 俗权废日 啊 爆 林祖国 我军抵不住了 哎呀 军师你看 将军莫慌 来 带我走上前来 看 前方有一沙盘 只要军师我在这里改变微小的局目 这里就可以扭转千里的战局 就可以直尺千里 看 此处有一山谷 我将功兵埋伏于山谷之上 我夜观形象 我掐指一算 明日必定有雨 有大雨 大暴雨 咱们活攻 快去 明明 林祖国 我去大祸 军师 有名啊 好好 公子 你又在做画了 禅娟 看我这幅山水如何 公子 您只是画得太好了 我仿佛看到了公子所作之山水 直尺千里 公子 公子 药还得继续吃啊 我明白了公子 行 快下巴 我们经常用有毛病来形容事物出问题了 那么毛病一词是怎么来的 它的出现与下列哪项事物有关 蒙蒙 站起来 加把劲 站起来 大夫 我姐姐已经在这喊了十天蒙蒙了 可是蒙蒙还是站不起来 带我看一下 你这马毛有问题 是毛病啊 带我好一走回去研究研究 好 谢谢大夫 不过你们鼓励的方式很好 继续鼓励 好 蒙蒙 加油加油 加油 第一种选择毛病 就是毛的病啊 那么 选择病 爸比 加把劲 站起来 闺女啊 阿克能 不忠啊 不会的 爸比 我这就叫大夫过来 大夫 你爸怎么了 大夫你可来了 你看我的爸比 头发都掉光光了 他是不是得了不治治症啊 看去一下 哎呀 你爸这是脱发毛病 我给你开两件黑芝麻糊盒 没事了 就 不行 爸比 女儿 你买黑芝麻糊去 好 第二种 有关毛病的解释 第三种 请看选择C 卖毛笔嘞 卖毛笔 哎 哎 毛笔怎么卖 哎 您看看 文钱 一根 看看 哎 什么好 狼猴 狼猴太硬 不顺手 那您看看 这什么好 羊猴 羊猴 羊猴太软 也不顺手 没有好笔啊 你这都是毛的病 有没有好笔啊 有 您看看这个 什么好 兔好 好笔 你买不买 不买 我去看看 你 好的 第三种选择呢 说毛病呢 实际上当年是说 笔上的病啊 一个是马 一个是人的头发 一个是毛笔 那么你选择 哪一个 面对这些 隐藏在汉语字词中间的难题 选手们展开了知识 和谋略上的角逐 我觉得这里很太难了 是不是可以过 要是对方也不回答呢 还可以再过回给你 还给他吧 在这样一个 打体的舞台上 不仅 大家要这个 比拼一下实力 有的时候也要用一点谋略 既然他不会 而且我这道图 也不是很确定 如果真的是让我去选的话 我可能会去选择 地 但是我实在 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冒险了 所以他既然不会过给我 那我就还给他 没办法 谁叫他也还保留了一次 过的机会呢 还是得你回答 请作答 最后一道题 其实我是知道正确答案是A的 我觉得他说他不会 他就一定不会了 所以我再还给他 而且在还给他之前 再给他做一点小小错误的提示 这很可能 是他最后一次做的 我现在看得出来 他是一点都没有思绪 没有头颅 但是呢 万一你蒙上了呢 我看看你的运气 听他的 选D 错了就错了 这也是一种谋略 但是你要记清楚 他不是帮你的 听他的那还能够好 选定了 选呢 D 就D 你的回答 是错误的 你看着他在后边 你快回头看一眼吧 徐盛民你等着 你给我下半子 按照他们刚刚抽签决定的顺序 进入我们第二轮赛场 所以我选择 过 我可不可以 也过呢 两个大男人 把蛋子落在了一个小女子身上 小女子 你要做出回答 或者你也过 我不想过给他 比逃中进士 我觉得其实场上有几位选手 实力还是挺强的 我期待跟他们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PK 表情好简单 请看他 所有的对手们 听到我的名字 我就让你们颤抖 一场酣畅淋漓的PK之后 无论输赢 留给选手的 都是宝贵的人生财富 个人更擅长一些 关于历史啊 这些神话 这不是历史吗 所以说这道题我对了 就是选择C 闭门庚 而且这是故事 写的这个 你怎么知道你就对了 因为这个闭门庚 在我看到的这些故事中 就有关于这个闭门庚的一个故事 哦 你看过这个 对对对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就是刚才你之所以没有得分的 是因为那些历史知识 都不是你所喜爱 你所研究的门类 可以这么说 清楼这事你研究的深 很喜欢研究这个 恍惚了 我现在恍惚了 你看电视也不细啊 刚才夸你这个百科全电视 因为刚才可能有点紧张 我看太快了 我看成AV式形容 京剧中就是唱主角的人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大能力 一般京剧好像在过去 就是不是特别高的 那个social status 我不知道怎么说 特别高 那个就是地位 一集集出了英文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one应该是 如果形容有大能力的 应该跟b更相关一点 是吗 对 那没准跟英文更相关一点 number one 他们问问这个 农业大学的教授阿易 就是古代的兽医啊 他是看码的时候 按码的毛的质量 是不是有毛病 来决定这个码的健康 到底什么样的 所以毛病一字 是兽医看码的时候 通过码毛来看出来的 包括码毛的那个毛悬 应该在哪个位置上 对不对 他是通过这些的东西 来看这个码的健康程度的 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们中国的知识 那是耗弱艳海 不是说一天两天 靠突击 靠背书 就能够完成了 你看你的大姐姐站在这 是吧 她的知识储备那么多 最后不是跟你一样 也一块回家了嘛 一块回家的这个 赵一欢 那个也跟我发表一下 你的这个 就感言吧 通过参加这样一个节目呢 也进一步的激发了自己 更好的去补充自己的一些 专业知识的同时 还有一些国学 文化历史的相关知识 就像英达老师所说的一样 像咱们中国的文化历史知识 是浩瀚无边 所以呢 一定要更好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 多做积累 多做学习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次比赛呢 也更好的激发自己的同时 也更好的希望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号召大家更好的 关注国学知识 学习历史知识 说得太好了